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最近刊文 他是一个反华的研究所 他居然发文说什么呢 说美国对华的威慑不起作用了 他说美军已经落伍了 绝不是中国对手了 这咱们听着心想 咱们说吹牛逼的美国人怎么现在不吹了呢 美国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威慑手段已经不起作用 我觉得结合最近华为 咱们说现在看的美国确实 从战略上看他应该是正在转变 原来你招不好使了 他说因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不存在了 所以威慑报不起论了 美军落伍了 导致美军在美国在军上已经没有办法和中国竞争对决了 最终导致美国原有的对华威慑能力丧失 我觉得这个倒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原因一直都是咱们中国人都掌握的 只是美国人从他那个角度 他认为现在才可以 中国人什么怕过美国人呢 中国可从来没怕过美国人呢 对吧 你去问问中国老百姓什么怕过你美国人呢 你要到东南亚什么港澳台 可能说那人怕美国人 但你要是中国大陆谁怕你 像哈德逊或者是这些反华势力 现在才明白 我觉得晚了吧 你早干什么去了 所以美国智库认为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实际上规模最大海军 陆军火箭军 商船队和工业基地 因此不仅现阶段对中国使用武力威慑已经不切实际 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都很难再在军事层面上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了 这点咱们好像一年前就告诉大家 美军绝不是能够跟中国讨价还价的东西 咱们说只有现在手里唯一一张牌就是它的美元 这张牌也现在正在马上要作废 所以美国应该转变思想了 要放弃威慑了 他说怎么办呢 转恐吓 哈德逊还要继续干 还要反华 他说要从威慑转为恐吓 恐吓我听着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同一进 美国人跟中国同一进 具体手段就是使用各种手段 让中国感到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 比如说美国以全面对华经济封锁为筹码 让中国觉得武统台湾代价高昂 比如说美国可以时不时的就公开宣称自己研制的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装备 和印度、日本、奥特亚、英国、菲律宾结盟向中国施压 这天天结盟啊 美国人现在结盟 那没有代价吗 那结盟代价更啊 看到这里边咱第一反应是 这哥们应该是疯了啊 因为 这种东西 你可以想这不是冷战之前 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 美国人就用的这个 还要使用原子弹呢 还记得吧 咱们说美国 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不就是现在你用这招吗 哈德逊认为现在啊 这个 要转变 那转变现在你这招不就是你用过的这招吗 到现在都没有效果啊 从这个抗美援朝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效果 你心里边不清楚吗 美国人 可能他这个 这个作者估计是很少了解啊 这个中国的和美国历史啊 实际上相较于对华威慑啊 咱们说啊 美国目前对中国采取一些动作是讹诈 咱们用讹诈这个词啊 之所以要用对华讹诈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 目前美国已经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发展绝强啊 华为就典型嘛 现在美国做的不过就是尝试各种手段 从中国这捞好处 你看那个台独也是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更是的啊 把这个两栖弓箭派到南海 派到菲律宾这个啊 相关水域啊 干什么呢 跟中国讨价还价 你看挺有意思啊 他跟中国讨价还价要点好处啊 就他妈是啊 实际你说菲律宾能给他什么好处 菲律宾给不了好处啊 只能从中国人 他连美国那也不能给他好处啊 全都是从中国 哎中国真是啊 我觉得中国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啊 到哪儿 你看这叫大肥肉到哪儿都能可以给你好处 啊 所以你想想中国是个好人吗 啊 中国和美国目前的状态就是苏联和美国那样 当然不像啊 不像美国啊 和苏联那时候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冷战时机美苏争霸实际是尼索我国啊 双方在全球各个地点都激烈角逐 就是不是你赢就是我赢 对吧 那双方啊 这个又一方向后退 那么另一方一定是压上去啊 挤压对方的缓冲区的啊 抢占对方实力范围的 但中国绝不是苏联啊 中国没有想着成为一个全新的霸主啊 中国也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 苏联那样想要从美国手里边抢走什么 中国是在谋求一个正常的发生问题 或者说换句话说 就是要美国人从根根本上来尊重中国 叫你尊重英国啊 你尊重这个奥地利亚 你尊重你的盟友 是吧 你必须也得尊重我中国啊 不能把中国当做你这个一个 咱们说卑债的工具 或者你一个廉价的商品的来源地啊 中国是要获得一个平等待遇啊 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中国需要一个发展空间 你啊 你说这个美国能吗 他不能 他是他是一个霸权嘛 他只能他当老大啊 这就是有啊 有一个问题 所以获得一个能够让世界核心发展的机会 那这就决定了 中美之间两国之间的啊 这个目前距离生死存亡 其实还有相当距离啊 中国不是要抢你东西啊 这个就是让美国人缺乏了啊 举全国之力与中国竞争的动力啊 中国不是要像苏联一样啊 那么典型就是中国台问题嘛 对吧 实际咱们看看全是美国在挑衅啊 美国在亚太地区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和自己能够遭遇的损失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 放弃掉啊 那又可惜 所以怎么办 美国只好转向使使这个送小弟上场这一招 就因为这个原因啊 中美亚太之争啊 应该就是中方啊 奉行强硬举动是比较合适的啊 因为不是对美国人对他小弟啊 因为美方心中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的争夺是利益的啊 没有到那个生死博弈啊 就咱们讲的 美国人不会轻易的为了台湾下场的 这种情况下 咱们只要敢于拼命 你想美国人是不是啊 就不敢跟中国拼命了 那接下来咱做的就是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 要强化自己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强大到强大到美国人等到尊重你的时候 他只早会啊 向中国做出让步啊 咱们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这个华为嘛 大家看这个华为就是点简单例子 中国这个MAT60 Pro啊 华为啊 手机宣告什么呢 宣告中国华为重新回归5G明市场了 这个是在面对美国单方面制裁和打压情况下 还能继续突破啊 这已经相当说明问题了 当然虽然其中也不少技术妥协的处理方式啊 但是最终还是拿出足够有利的产品啊 意味着整体进步对吧 反正就是美国封锁封锁不住华为啊 这个获取技术的途径啊 这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技术还是突破了 对吧 那美国的优势啊 有优势 但是美国也封锁不住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啊 除了华为不愿意公开的那些供应途径啊 这个更为重要的还是我国相关企业和机构 包括产业链形成合力 这种合力其实也是一个啊 国家有能力啊 动员的啊 一种啊 一种能力 但是很多人其实啊 迷信什么迷信美国那一套啊 自由自由派啊 枝亚科学派那一套不屑啊 对中国这种啊 举国之力或者是啊 这种啊 体制不屑 他们认为什么呢 认为中国这是搞苏联那套啊 苏联冷战 其实中国跟苏联完全不同啊 其实从华为这事你看了 苏联解体与冷战当中和里根时代发动那个科技竞赛无关 但是更长期的问题就是苏联在以美国一半的体量维持 是与美国差不多的军费啊 最终是无法真正有效的啊 实现经济运转体系啊 他这个建立最终思想领域被西方强势塑造了啊 那苏联的解体反过来啊 作为肥料啊 滋养了欧美自由主义秩序啊 所以真正的就是让这个加哥学派自由主义这帮人啊 就是强化了啊 后来有什么这个历史终结等等 新的市场新的劳动力让美国霸权走向巅峰啊 但时至今日这一切逻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是不是还是在上扬 这就悲哀嘛 对吧 实际如果你的意志不够坚定就最后就是悲哀 那么中国苏联最大不同在于什么呢 中国有着强大的市场效率啊 华为事实上是高度市场化的啊 尽管有大量的国家投资 但是华为还有周边的所有的供应商全都是按照市场模式 组织运转的啊 他完全是有获利的啊 他可不像苏联那样啊 效率非常高 当然员工啊 是不是啊 这个会很轻松咱不知道啊 但是可以看出中国追求还是效率啊 就只要你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啊 我讲过吧 历史在正确一边就是什么 就追求效率 追求公平 世界霸主本身就不公平 那美国这套玩法就不公平吧 凭什么你当老大呢 是吧 效率啊 肯定很高 同时中国还有比整个华为加起来还多的工业化人口 还有基于这一点形成的国内的统一市场啊 仅仅是中国一国动员起来的资源啊 丝毫不比华为整个集团少 如果啊 咱们说这个对比下只可能更多啊 所以中国可以运用的资源规模总量还有数量庞大的同时啊 配置效率一点不低啊 对美国来说他们有限的历史经验里边还没有真正对付过中国这种规模的啊 而且效率非常高的对手 因此他的办法相对没有那么多啊 中国古代里边咱们对付过几个啊 你看那五湖时代是吧 啊 包括这个啊 明朝朱元璋是吧 驱逐达鲁的时代对吧 很多次啊 但是中国呢也有自身的对抗办法 就是啊 就如果单就一个华为而言呢 啊 美国不仅可能会啊 不仅可能消灭不了啊 而且可能逼中国完整的高端技术产业逼出来啊 那现在看美国连华为这个事都没摆平啊 你可以想想他其他呢啊 中美博弈还在继续啊 所以咱们看到中国的积累相对啊 绝对不是这个中国尽管技术积累相对少一些 但是绝不是就是一捏就碎啊 绝不是一盘散散散啊 你像咱们华为能够经过这几轮的强力打击啊 美国手段用尽 但是也没有啊 把中国华为啊搞屈服了 只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这个美国向中国施压要中国灭亡啊 这事看不着办不到啊 所以咱们啊 咱们应该看到中国和美国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 但也可以看到啊 美国对中国的威慑确实不起做啊 这个美国的这顾讲的是没错的